欢迎收听老那要还俗作者一梦黄梁播讲欢迎空第225章一指四一家人 方正道当然能和家人和仙人分享快乐的时候他也会快乐 这里是祭祀仙人少抱掩啊多做些好的事情 仙人开心了你自然也会开心仙人也会庇护你日子只会越来越顺啊真的猴子惊讶地问道方正道嗯这是一种倾诉快乐是会传染的每天想开心的事情人就会心情愉悦每天想到难过的事情只会让人一天比一天难过压抑甚至精神欢呼 这样的人是很容易出现问题的所以一个人的快乐与否取决于心态 富有富的快乐穷有穷的欢愉 而祭祀仙祖就是将快乐分享给仙祖 仙子快乐你也快乐是不是啊心中愉悦了自然就逢凶化吉了 猴子挠了挠小定定不过半路停下了改为挠头的 虽然我听不太懂不过感觉好像很有道理的样子啊 松鼠歪着个脑袋道 真没想到几个动作几句话就有这么多的讲究和学问啊 方正道这是华夏几千年来的文明传承 只不过很多人已经把他忘记了将他当作糟糠给扔掉了 不过这些年一些人开始捡起来了 倒也是一件好事 说话间方正让开道 寺院不同于俗家 寺院长幼按照入寺早晚来算 独狼最早 松鼠其次 猴子最后 按照这个顺序啊 按照这个顺序你们也来上香磕头吧 独狼的香贫僧帮他上 松鼠的香贫僧辅助上 猴子香你自己就上吧 三个小家伙没有意义 独狼更是跃跃欲试 叼着香火人力而起 学着方正的模样前爪合十 祭拜 结果一弯腰就倒在了前方 方正道 哎 依这老爹呀 这狼终究不是人参 能做到这样已经是极限了 心意到了 就莫怪啊 果然 独狼拜三拜后 青烟上升 直打九霄 显然是一指禅师 收了这香火 而且还挺满意 方正帮助独狼将香插好 然后示意松鼠上前 松鼠就难了 那么一大捆香 他扶着站着还行 跪拜 哎呀 松鼠顿时绝望的看着方正 方正接过香道 贫僧帮你拜 松鼠连连点头 赶紧拜 方正跟着拜 同时道 一只老爷子呀 此此个子太小 帮着拜了 您也勿怪呀 又是一行青烟上酒消 松鼠见此 顿时松了口气 然后方正帮着松鼠 将香插好 松鼠则老老实实的磕头 这倒是有模有样的 到了猴子 反而简单了 猴子自己拜 自己插香 自己磕头 一套下来是有模有样 香烟同样也是上了酒消 猴子跟着松了口气 看得方正是暗自点头 嘴上道 一只老爹啊 这是一只灵猴 千里求佛 有向佛之心 只是猴子脾气难改 不过贫僧相信 家与时 他可以成为一个合格的僧人 全都拜完了 方正拿出水果 摆在了坟前道 这是贫僧从山下画来的园 是贫僧的心意 也是村民们的心意 一只老爹 您尝尝吧 味道还是不错的 然后方正拿出了麻钱纸 对着三个小家伙道 一张一张的将他给扯开 记住了啊 千万别弄坏了 弄坏了 那可是不好花的 独狼再次苦逼了 他是真的无能为力啊 爪子不好使啊 方正也没有为难他 让他在边上看着 方正松鼠猴子 将麻钱纸分开 一张张的架好 然后方正一把火就给他点了 同时跪在地上 口中不停的念着 阿弥陀佛 心中想着一只柴师对他的好 这是一种思念 也是他的供养方式 火烧起来了 但是麻钱纸有点多 看样子一时半会儿是烧不完了 不过方正也不急 就跪在这里 看着 但是猴子有点急了 拿了根棍子 想拨拨火堆 让火烧快点 方正则一个严厉的眼神甩过去 吓得猴子赶紧扔了棍子 方正道 一年才来祭拜一次 有点耐心 况且 你这一棍子下去 不知道多少麻钱纸就被弄坏了 弄坏了那边也是破碎的钱 破碎的钱 如何能花 猴子连连点头 嗯 表示明白了 乖乖的蹲在旁边等着了 只不过方正有些话没有说 我让猴子捅火堆 还有一层意思呢 风太大了 一旦要挑动火堆 火星是乱箭 很容易被风吹走 引起火灾 至于在边上等着 看着麻钱纸 燃烧完毕 也是有看火 防止引起火灾的意思 这不仅仅是为了陪伴仙人 和尊重仙人 这里面还有很多生活层面的东西在里面呢 一人三动物 就这么默默的守着 直到所有的麻钱纸都被烧光 所有的香都被烧完 方正这才洗身 对着坟 再次拜了拜道 一只老爹 我们离开了 以后有机会会常来看你的 阿弥陀佛 说完 方正将坟前的灰烬都收了 留下的塑料袋 也是全部收走 包括贡品 看着三个一脸渴望的小家伙 方正问道 想吃吗 三个小家伙连连点头 方正道 想吃可以啊 跟着我一起拜一只禅师 跟他说一声 他会同意的 三个小家伙 我连忙跟着方正拜了一只禅师 方正道 一只老爹 供品留在这里也是浪费了 你吃完了 就分给大家吧 这里 我带三个小家伙 谢谢您了 行完礼之后 方正将苹果 香蕉等水果 分给了三个小东西 三个小东西 也是一脸激动的抱着 也没敢吃 也没敢笑 一直绷着脸 看他那憋得痛苦的模样 也是真难为他们了 离开了一只禅师的坟头 回到了寺院里 方正道 好了 可以放下了 严肃时间过去了 三个小家伙 显然是憋坏了 一个个乱叫着 结果 咚咚咚 方正一抬手 一人一个抱力道 寺院里 金植大声喧哗 三个小家伙 顿时泪痒 汪汪地看着方正 委屈无比 明明就是你让我们放松的吗 方正笑道 行了 吃东西吧 贫僧也好久没吃水果了 尝尝鲜 这话呀 方正说的不假 上次吃 他都快忘记是什么时候了 洗干净一个大苹果 一甩衣袖出门去了 今天他祭祖的活动结束了 但是山下 还有一大帮子人等着他呢 看了看时间 嗯 七点了 时间刚刚好 不早不晚 方正下沉 猴子立刻跟上 独狼和松鼠看家 本集播讲完毕